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国产疫苗的信心更加的崩解 因为所有一切都是量身定做 然后为我们的国产疫苗全部开绿灯 问题是说它如果没有办法符合国际的认证 也没有保护力的证明 岂不是拿我们所有的国人当白老鼠 而这中间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所有的作为 更加深了我们国人的疑郁 我们来看一下理事长的说法 食药署这次大量更换了 审核高端疫苗EUA的审核委员 幅度之大大到了四分之三的委员都遭到更换 这些委员共同的特征都是非常赞同 以免疫桥接的方式来取代三期临床试验 那我们知道免疫桥接 基本上已经没有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但是我们国家执意的要以免疫桥接来替代三期临床试验 这个是个反世界潮流及反民意的一个做法 这是非常不治的一个举动 如果四分之三的专家都要换掉的话 那表示原本的组成是压倒性一面倒的 认为不可以用免疫桥接来取代三期 所以才会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你们全部通通都换掉 再加上最近美国的FDA也才刚刚正式的宣布 不接受免疫桥接应用在新冠病毒的身上 所以说不是免疫桥接什么样子的疫苗都可以使用 在国际充满了疑问 台湾的国产疫苗又不能够做三期的情况底下 难道硬要强度关山吗 所以这次高端在审前 我们的食药署知情人士指出说 就有人爆料了 就把他们大批的换掉 换上了支持免疫桥接的学者 大举进驻专家会议 所以难道护航高端过关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可以说是腐凿痕迹斑斑太过明显了 5月28号就决定了国产疫苗EUA标准的关键会议 要在5月28号的时候决定了这个关键会议 本来有16位专家学者 结果8个人被替换 然后又补进去了4位就是属于卫福部的人马 好所以现在食药署等于是出来证实了 的确有大批换人的现象 不过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次会议都会另外聘请委员 所以没有撤换之说 每次会议都换的话那怎么审啊 好所以整个EUA的审核 难道完全又是按照剧本演出吗 直接政治下指导期 所以又有人出来爆料了 说专家审查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实在令人质疑 而且罔顾民众的福祉 只为了贯彻蔡英文总统的意志 所以整个EUA的审核 也不过只是场按剧本演出的歹戏而已 而且在5月28号的会议之后 中研院的院士陈哲培就已经以食药署 挡不住总统压力为由 请辞了专家会议的委员 不愿意帮后面后续审核EUA来背书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审查委员会的组成 果然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跟问号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整个EUA的审查 的确是不是完全都配合高端的演出 刚刚已经讲了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国际 目前对于免疫桥接 直接用在新冠病毒 没有做三期身上 是充满了疑问 甚至于是否定的 台湾一定要强度观山 恐怕没有办法接受 连传出来巴拉圭说要用我们的国产疫苗 人家的民众都高度的质疑说 巴拉圭不想当白老鼠 这种没有通过三期试验的药 人家外国人也不要用 好 所以我们本土国产疫苗的审查团队 在EUA审查之前突然一下 林郑大换血引发了疑虑 目前的专家审查委员会组成的方式 也让人质疑会不会变成橡皮图章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王任贤医师 所以到最后EUA的审回 会不会向外界担心的 真的只是按照剧本来演出一场歹戏呢 对啊 他这次如果把他16个委员来看的话 大概只剩下三个委员没有公开表态过 反对免疫桥接 所以这样来看起来的话 那这个委员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 这都是赞成免疫的 所以这个不用讲他就会通过了 这三位只是没有公开表态哦 那他们会不会留下来 其实我觉得原因还是因为 他们内心里就是同意免疫桥接 所以我估计这个免疫桥接这个案子 可能会全数通过 一个都不剩 所以等于是说陈培哲这个大使都搬掉以后 他连沙子全部都扫掉了 所以干干净净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国家的一个审查的制度 基本上变成了主管单位的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就是先射箭再画吧 画上去的 可是这个审查委员会 就像这个吴秀梅这个署长说的 每一次都会另外重新聘委员 这是真的吗 以前都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同的案子是重新聘没有关系 他有个专家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存在 一个大的族群存在 然后他不同的委员 不同的案子 他当然又聘不同的委员 但是同个案子基本上要一贯 否则的话他前面做的决议 你后面怎么审 他有没有执行你怎么知道 你换一批委员 等于就是否定了前面的委员 他的审核的一些事项 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事件 所以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同一个案子 就是同一批委员在审才对 所以说按理来说 这一次的这个EUA 他原本是哪一些委员 就应该要到最后 突然一下换掉八个人 其实是不寻常的举动 对 当初陈妹子换掉 就已经是不寻常了 那现在连沙子都扫掉 那更不寻常 好 到底会不寻常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也只能够继续看下去了 好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关心疫苗 为什么 就是因为疫苗不够嘛 那么6月4号 日本送来了124万剂 救急的疫苗 传出日本 有可能再送给我们第二批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6月15号的时候 当时呢 日本的外向 茂木敏忠就说了 日本现在正在眼里 要追加提供疫苗给台湾 好 立法委员郭国文 就告诉大家说了 其实啊 在6月底之前 我们就可能再收到 日本提供给台湾的 180万剂AZ疫苗了 好 以我们这么缺来讲 再拿到180万剂 也是很好啊 但是到底日本是真的会给我们 180万剂疫苗吗 会给我们多少呢 好 这个独立记者呢 他就告诉大家 这个野岛刚先生他说呢 原本我们是向这个日本 请求了300万剂 但是当时呢 这个疫苗的原意 刚刚从海外送到日本 制药公司就要赶快来装评了 所以日本政府呢 可以及时取得的 就只有当时给我们的124万剂 通通都给你们了 那么接下来到底要给多少 要看日本手中呢 能够分配多少 那么因为呢 这个日本同时还要给其他的国家 也要提供给COVAX 这个日媒共同社说 日本政府打算要开放 让自己国内60岁以上的民众 来打AZ疫苗了 所以在此之前呢 日本是没有再打AZ疫苗的 那么现在才要考虑开放 让60岁以上的民众 可以打AZ疫苗哦 所以月底后生劳动省 就要召开专家会议 渴望定案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后生劳动省 说日本60岁以上的人 可以打AZ疫苗的话 那让人担心的是 后续要送给台湾的AZ疫苗 会不会生变呢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汉庭议员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 似乎有一些变数 我们真的能够靠日本 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疫苗吗 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日本要给我们的是AZ嘛 但是我们其实明明就编列预算 也采购了1000万剂的AZ呀 为什么到现在 就只有11.7万剂到货而已呢 如果说那就是有人要来阻挠我们的话 那如果说是大陆的话 大陆真的有办法去要求 英国的AZ不给我们货吗 你看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日本如果不打了这个疫苗 或他可能更改他的计划 然后那好像台湾获得的 就会变多会变少 大家想想看 台湾获得的疫苗的数量 竟然会因为日本国内施打疫苗的计划 而有变数 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什么时候就台湾自己何时该施打多少的疫苗 竟然不是看自己的购买量 不是看自己的政策 而是看别国内的施打计划 或别国的施舍援助计划 这不就是把别人的施舍 当成自己的日常吗 以前有个笑话 说有人每天捐乞丐十块钱 过一阵子之后突然只捐乞丐五块钱 乞丐问为什么变少了呢 那个人说因为我有了小孩 所以要比较节省一点 乞丐就说你竟然拿我的钱去养小孩 这台湾现在不就这样吗 台湾已经把别人的施舍 当成自己正常的月收入来源了 而更可耻的是 台湾现在竟然民进党还洗脑 去告诉大家说 嗯 没关系 我们享受这种施舍挺好的 现在我们说民进党的统治之下 让台湾人成为国际间的疫苗乞丐 民进党不反省不检讨不进取 他不是说 对 因为我承认到自己的乞丐 所以我就奋发向上 我就努力作为 我就积极地去抢购疫苗 他不是反过来否认不是疫苗乞丐 然而台湾疫苗不足 缺乏是一件客观的事实 台湾如果不是疫苗乞丐 难道是疫苗富翁吗 刚才辉文大哥讲得很好 说明明我们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是民进党的统治之下 只会让台湾成为国际间 卑贱的台湾人 蒋中正时期我们是全球四强 现在民进党讲说 哎呀 那国民党以前也靠美元是乞丐 难道是民进党执政了五六年 台湾就要落魄到二战后的年代吗 这不就表示民进党彻底失败吗 当年蒋中正时期 美国总统来到台湾 跟蒋中正叫平等会见 现在来了三个参议员 蔡英文不在总统府不在官邸 然后要屁颠屁颠地跑到机场去接机 还要站着跟人家报告 美国总统死了条狗 蔡英文要跑去哀悼 这有平等会见吗 立陶宛捐助了三个国家 乌克兰 乔尔 还有摩尔多瓦 三个国家的人均GDP 都不超过五千元美金 台湾人均GDP两万七千元 然后台湾沦落到要去跟那些国家 去分疫苗 美国捐九十多个国家疫苗 那很大部分都是贫穷的落后的地区 台湾沦落到要去跟那些国家分疫苗 民进党也好意思 在民进党的统治之下 身为台湾人在国际 让我感觉越来越卑贱 难怪真的是不怕被抹红 难怪在疫情过后 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 与其给民进党管 不如给XXX统治 好 不过既然说我们不要靠别人 怎么为我们的施打计划 还要看别人打什么样的年纪呢 好 我们要靠自己了 所以接下来就看我们 好有国产疫苗又有好消息了 日前传出巴拉圭向联雅生计 有合作关系的美国药厂 就订了新冠疫苗 外交部说我们乐见联雅生计集团 和巴拉圭卫福部 签了这个疫苗的采购合约 我们可以拓展海外的商机 外界都觉得说 巴拉圭真的要采购联雅的疫苗 没有想到联雅呢 在新贵上新贵的第一天 股价大暴涨之后 就发了重讯告诉大家 澄清说我们没有接到订单 他涨了这么多 一定有人事先知道政府要放这个消息 就先进厂去买 那这个获利颇丰了 你看七倍之多 不愿意看到政府 这个好像有意无意的放一些假消息 然后帮忙拉抬这个股价 金管会要能够介入调查 不要让外交部成为炒股的帮凶 好 联雅要上新贵 一开始第一天是37.5块开盘 收贷215块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涨幅是已经有六七倍了 收市之后联雅才发布了一个重讯 告诉大家说没有没有 我们根本没有接到了确定的一个订单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按理来说这是会影响股价的重大讯息 怎么可以等到说第一天收盘之后再来发重讯吗 这到底有没有炒股的嫌疑 我这个第一时间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以为写错了 我以为是高端 因为之前爆料高端跟这个巴拉圭也有签这个MOU 就看怎么变成联雅 所以观众朋友千万要这个轻松的看 这种案子都是卡住了 不会办 如果我是特征组 我第一个就办外交部 那怎么可能是外交部去证实这种事情 你在干嘛外交部的相关的人等 有没有手上有没有联雅的股票 第一要查 那第二个跟大家讲 我们在新闻 就是我们新闻界 特别是跑财经股市这种 或演艺圈也一样 我们跑社会的也一样 有时候我们去参加记者会或是跑新闻的时候 除了新闻稿之外 会拿到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有什么我就不讲了 但是有人信封比较厚 有人信封比较薄 看你是大报还是小报 看你是大记者还是小记者 那拿了这个怎么办 那怎么写呢 你当是往好的写嘛 信封都送来 你要怎么写 所以你如果看着媒体上的消息去买股票 这样我看你就冷冷了 这个就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像联雅跟高端这两只 蔡总统寄予厚望的所谓的国产疫苗 你想一家公司 它的股价可以这样子 涨涨跌跌这样子 像之前的高端 连续几天的跌 然后连续几天的涨 有这种股票吗 那这个公司的股票是这个样子 跟它的之前的 跟基亚像不像 很像啊 高端的前身就是基亚 你嘛好了 基亚之前是怎么跌的 然后如果你在股市混那么多年 你还是要去买 那要怪谁 那你这个赏票去追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补充一下汉庆兄讲那个 其实汉庆兄他讲的是一个 防疫上面的一个比较 什么比较呢 因为这个官方派 你看从去年各国的疫情 到现在我们台湾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认为老百姓的眼睛是血量 他去比说 那是怎么防疫的 我们的疫苗是怎么采购的 我们的生计能力 我们的国力等等 其实你看美国的 像确诊全世界最多的还是美国 死亡最多的还是美国 美国处理疫情这么的糟糕 其实某个程度也 他帮助了习近平跟大陆的政权 很好的维稳 大陆的网民会翻墙看 你们美国怎么死那么多人 美国疫情那么严重 他们现在翻墙在看我们 你们台湾在干嘛 你们台湾为什么不封城 刚刚理事长 理事长你前面讲封城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没封城 如果封城我们能坐在这里 其实我们是没封城 台湾没有普筛 台湾没有清零 王任贤 杨志良讲了一年多 你台湾就是不做 那你不做 你们台湾怎么防疫的 怎么这样 其实很多道路朋友 都一边看一边骂很急 很替我们着急 你们台湾怎么不努力 怎么不赶快普筛PCR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制度的失败 人家防疫做得这么好 人家可以把疫情压下来 管你是什么Delta还是什么的 人家压得下来 那你为什么压不下来 不是我们在舔共 舔共干嘛 舔共要抽号码牌 我们没有要舔共 所以你要制度比较大 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 可以学习人家的 可以借近人家的 你就不要 我们就要发明说 就是佛系防疫 三级就一直延到7月12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 我们要感同身受 其实我们很多服务业的朋友 是这个 是月光族 什么是月光族呢 月光光心慌慌 它没有存款 去年美国在疫情的严重 发现很多美国人也没存款 所以川普为什么要发钱 川普为什么要发现金 很多美国人没有存款 那我们台湾人 是不是有月光族 每个月赚多少 花多少 然后就没有钱了 有没有 其实我们也有月光族 这个东西 我觉得制度上的比较 对蔡总统是很大的挑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